婚礼时间,亚克马尔·安德烈博物馆,他位于法国巴黎第八区,名字来源于他曾经的主人安德烈和亚克马尔夫妇,展品也主要来自他们的收藏。 丈夫安德烈是银行家,妻子亚克马尔是一位画家,他们夫妇二人品味不凡,又在环游欧洲期间收集了许多艺术品。 后来他们将豪华的宅邸、精致的家具与两人共同的收藏都捐献出来,并且在1913年作为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。 常设展览大都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,同时还有一些17世纪到18世纪弗兰德和法国学员派的作品。 精美的壁画、雅致的家具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布局都反映了这对夫妇所生活的19世纪末期的善流社会的生活品质和艺术追求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020年举办的特纳画展,所有的作品都十分珍贵,有些甚至从未在法国展示过。 展出时间有限,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,几经波折,那到现场参观的机会就更加珍贵了。 惠宁在下一集会专门介绍到这个展览。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,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请您点赞和订阅。 谢谢,婚礼时间,法国巴黎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。